伊亚颂和美迪亚的爱情 就在阿尔格斯赶忙把这个可喜的消息带到船上的时候 美迪亚已经跳下床来 她穿上一件漂亮的长袍 用弯曲的金针别紧 在光闪闪的头上照了一方白色的面纱 一切悲痛都忘得一干二净 她捏手捏脚地穿过门厅 吩咐年轻的侍女套好她的马车 当侍女为她的出行做准备时 美迪亚从她的小匣里拿出一种叫做普罗米修斯油的油膏 谁身上涂了这种油膏 谁当天就能刀枪不入火烧不伤 一整天都有压倒敌人的力量 马车备好了 两个侍女跟随主人上了车 美迪亚亲自沃江扬边 在其余侍女徒步陪同下驱车穿过城池 走到哪里 哪里的民众都恭敬地给公主让路 当她穿过广阔的田野来到神庙时 她对侍女们狡猾地编造说 女友们 我大概是犯了一个大错 我没有远离那些来到我们国家的外乡人 现在我姐姐和我姐姐的儿子阿尔格斯 要求我接受他们的首领的礼品 要知道就是她答应了要制服公牛 我呢则要把免受伤害的魔药送给她 我已经假装答应了她 并约她到神庙这里来单独见面 现在我要接受她的礼品 然后我们平分 但我送给她本人的却是一种制人死命的药 叫她用了以后一命呜呼 她一来 你们就躲得远远的 免得她生疑 我已经许诺 我是一个人来见她的了 听了这个皎洁的计谋 侍女们都很高兴 当她们都躲到神庙里去时 阿尔格斯陪着她的朋友伊阿颂 和预言家摩普索斯正好也出发了 美迪亚和侍女们待在神庙里 她的目光从来没有落在周围侍女们的身上 而是充满渴望的越过庙门 注视着外面的大道 每当一听到脚步声 一吸微风 她都禁不住 焦急地把头高高地抬起 伊阿颂 终于带着她的陪统走进了神庙 美迪亚突然觉得心都要跳出来了 她感到眼前的世界变成了黑夜 热血涌上面颊 满脸通红 这时侍女们已经都离开了她 伊阿颂和美迪亚斯木相对 默默地站了好长时间 伊阿颂首先打破了沉默 你身边只有我一个人 为什么怕我呀 我不像别的男人那样自负 就是在家里也从来都不自负 你想问什么 说什么 尽管开口 但别忘了 我们是在一个圣地 说谎是有罪的 因此 不要甜言蜜语地欺骗我 我是一个恳求保护的人 我是来请求你 给我那种药物的 就是你答应你姐姐 要给我的那种药物 是紧急地需要 迫使我寻求你的帮助的 你想要我怎样感谢你 就请提出来吧 要知道 你将因你的帮助 解除我的同伴们的母亲 和妻子的焦虑悲伤 你的不朽的英明 将永远留在 全希腊人民的心中 美迪亚一直等她把话说完 她低下头 甜甜地一笑 她的心 因她的赞美而无限喜悦 她要抬起头来 恨不得 把咏到嘴边的话 一股脑都说出来 但她一直没有开口 只是解开了 那条裹着香喷喷的 小霞的袋子 伊亚颂赶快高高兴兴地 从她手中接过那个小霞 要是她向她提出要求 她连整个的心都愿意给她 爱神正在把甜蜜的爱的火焰 向她心中吹去 二人都害羞地瞅着地面 然后她们彼此又四目相对 目光中充满着渴慕 过了好一阵子 美迪亚才开口说话 听着 我来告诉你 我将怎样帮助你 等我父亲 把那些需要播种的 使人糟糙的龙牙交给你以后 你就单独到河水里去沐浴 你要穿上黑色的袍子 挖一个圆形的坑 在坑里堆上干柴 杀一只母羊羔 放在柴堆上烧成灰 然后 把怀里的蜂蜜撒在上面 向赫卡推女神献祭 再离开这个火场 听到脚步声和狗叫声 你千万不要回头 否则 献祭就不起作用了 第二天早上 你要用我刚才给你的这种膜膏 涂抹你的身体 它会使你超凡强壮 力大无比 你将感到 你不仅能与凡人 而且能与世外的神明匹敌 你的剑 你的矛 和你的盾 也必须涂上油膏 这样 任何人类手中的铁器 神牛喷出的火焰 就都伤不了你 也无法抵抗你 不过 你不能坚持很久 只能在当天 你有这样的神功 尽管如此 你也不要退出战斗 我还有别的办法帮助你 等你驾驭巨牛离地 撒下的龙牙种子 有了收获以后 你就往生长出来的人当中 泡一块巨石 这时 从土里冒出来的 内火狂躁的人 就会像狗蒸石那样 争夺那块石头 你可以趁这个机会 冲到它们中间 把它们一个个杀死 然后你就可以心安理得地 从科尔喀斯拿走金羊毛 想到什么地方 就去到什么地方去 他说到这里 心中想到 这位他心爱的英雄 就要航海远去 泪珠便悄悄地 从面脚上流下来 悲伤使他忘了身份 他竟抓着他的右手 伤心地说 你回家以后 不要忘了我的名字 我也会想着你 告诉我 你将乘坐这艘美丽的船 返回的祖国 在什么地方 伊阿颂听了他的话 十分感动 他说 请相信我 尊贵的公主 如果我能活下来 无论白天还是黑夜 我每时每刻都不会忘记你 我的故乡 是伊尔尔科斯 普罗米修斯的儿子 杜卡吕翁 在那里建立了许多城市 修了许多神庙 那里的人 还不知道你们国家的名字 外乡人啊 那么说 你是住在希腊了 美迪亚应接说 那里的人 比我们这里的人 要好客多了 因此 你不要讲 你在我们这里 受到过什么样的接待 你只要暗暗想着我就行了 哪怕这里的所有人 都把你忘了 我也会想念你的 假如你忘了我 但愿风能把一只鸟 从伊尔尔科斯送到这里来 我会通过它 让你想起 我是怎样帮助你 从这里逃出去的 啊 我真想亲自到你家里 提醒你记起我 说着 它哭了 哦 善良的姑娘 耶阿颂打道 你说哪儿去了 如果你能来到希腊 来到我的故乡 哦 你肯定会受到 那里的女人和男人的尊崇 你将像一个神色的被人膜拜 因为 是你的计谋 使他们的儿子 兄弟和丈夫 免遭杀害 愉快地回到了故乡 而你是完全属于我的 除了死 任何人任何事 都破坏不了我们的爱情 听他这么一说 美迪亚高兴地守护祖岛 一想到要离开祖国 他又感到无比忧伤 尽管如此 还是有一种奇异的力量 推动他向往希腊 因为赫拉已在他心里 撒下了这渴望的种子